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这些也许就是哲学能够教会我们如何理性生活的钥匙 身处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 每天都面临着家庭压力 工作压力 深感自己一生不断地在生活的漩涡中挣扎 必须应对一个又一个升学的难题 事业的平静 金钱的问题 我们不免用灰暗 失望来评价生活 可是生活究竟是怎样了呢 果真是太难了吗 哲学讲师罗伯特曾说 我们如此容易丧气 似乎是因为缺乏某种东西 证实这种东西是人类前辈得以在战争 死亡 物质困乏中 还能够积极思考 乐观豁然 这个东西就是哲学 提起哲学一词可能令你感到异常遥远 但如果你真的迷茫过或者真正豁然开朗过 你就会赞同罗伯特的观点 本书的作者罗素也有类似的观点 人生最可怕的不是低谷 而是不确定性 接下来的十天 让我们跟随二十世纪最富盛名 和最多产的思想家之一罗素 去探索西方哲学的脉络 相信你还会看到哲学更有魅力的一面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是一本按时间线索讲述的哲学史读物 并且本书讲述的诸多哲学家流派哲学思想哲学原理 都将与其时代风貌紧密相连 每一位个性鲜明思想丰厚的哲学家 都像一个星星象嵌在他所属的时代 阅读这本书就像用一条线索 将这些星星串联在一起 最终会成哲学的海洋为你所用 哲学从来就不是少数人的 它理当属于整个人类社会 显然哲学问题并不是某些学派的问题 也不是某几学派之间争论的问题 它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个思考和写作角度不仅是本书的特色 而且是罗素最因以为傲的哲学视角之一 罗素认为 每一个哲学家都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环境 和政治制度的产物 同时又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思想环境的原因 我们阅读一个哲学家的故事 也要记得关联他所处的社会环境 与当时的科技文化水平 哲学与神学科学不同 但又与神学和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罗素对于哲学的定义是这样的 哲学是某种介乎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 它和神学一样 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未确切的知识 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 但它又像科学一样 是诉诸于人类的理性 而不是诉诸于权威的 罗素认为 哲学有三个伟大的时期 这第一个伟大的时期 是公元前六世纪 哲学区别于神学诞生 今天我们就从第一个伟大时期 哲学的诞生开始读期 埃及的文字 与公元前四千年左右出现 比巴比伦文字的诞生晚不了多久 而埃及的神学 主要关怀死亡问题 死者的灵魂会被审问 以他们在活着时候的生活方式 来评定他们死后将有什么生活 并且灵魂最终会回到身体里 所以就产生了我们今天看到的 木乃伊和豪华灵木 与此不同的是 巴比伦的宗教则更关心现实的繁荣幸福 他们的一些规则 比如一日分为二十四小时 圆周分为三百六十度 日月时的周期 对哲学的诞生 乃至后世科学的发展 都有重要的意义 尼罗河孕育着古埃及文明 两颗流域诞生的弥索不达米亚文明 都是农业的文明 这与地理环境有紧密的关联 商业文明则与海洋有着更深厚的渊源 最早发源于克里特导 克里特艺术极有独创性 充满了令人惊讶的生命力 给人欢愉的几乎是颓废奢靡的印象 克里特文明毁灭之前 流传至希腊大陆 经历退化后 形成了麦西尼文明 在麦西尼时代后期 即结束之后 来自各个不同种族的入侵者们 有的定居在了希腊 以农耕为生 有的则继续进攻 进入希腊群岛 小亚西亚 西西里 意大利南部 以海上贸易为生 希腊人最初便是在这些海岸城市里 做出了对文明的贡献 希腊大陆多山 山谷间有肥沃之地 通海便利 但各个山谷间的交通 又被阻隔 除山谷间的其他地方 多贫瘠 所以希腊形成了 被地形分割的多个分散城邦 各孤立区域都环绕着一个靠海的城市 以农耕无法谋生的人 会选择下海 久而久之 大陆城邦 变成了殖民地 社会制度方面 希腊的民主指向全体公民 但不包括奴隶和女人 在文化方面 通过商业和海盗掠夺 希腊人终于学会了书写的艺术 这比埃及和巴比伦 晚了好几千年 书写的艺术 促进了希腊文明再度发展 河马史诗 就是最璀璨的杰作之一 河马史诗中 连奥林匹克的神 都要被命运所束缚 这某种程度上 就是人对自然律的信仰的渊源之一 希腊的宗教 大大影响了许多哲学家 甚至对基督教神学的形成 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个叫做迪奥尼索斯的神 也被称为巴库斯 原本是保护丰收的神 但当人们发现了酿酒的方法后 他就成了酒神 与神秘主义和巅框的神圣状态相联系 对酒神的崇拜 反映了一部分希腊人这样一种夙愿 恢复被压抑的感情 重回热烈的生活 让世界充满欢愉和美 把人类从顾虑重重的状态中解救出来 事实上 在热情和审慎之间 我们不应该偏袒任何一方 没有热情的生活 显然是无趣的 但只有热情的生活 又是相当危险的 随着文明的发展 哲学也应运而生了 大部分哲学史料 把泰勒斯作为哲学的开端 泰勒斯是米利都学派的代表学者之一 学派因发源于小亚西亚的米利都而被命名 泰勒斯认为 世界的本源是水 世界上一切其他物质都是水做的 而大地则是浮在水面上的 虽然这种假设非常粗糙 但那毕竟是前辈们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 是科学的萌芽 探索一旦激发思想与观察 其意义远高于假设本身 而世界的本源究竟为何 泰勒斯认为的水 赫拉克里特认为的火 彼得格拉斯认为的树 以及科学家发现的粒子 原子等等 都是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主观认识论 除了泰勒斯 米利都学派还有两个代表学者 分别是阿纳克西曼德和阿纳克西美尼 阿纳克西曼德认为 世界万物出于一种原质 原质是无限的 永恒的和无尽的 它包围着一切世界 而我们所在的世界 只是许多世界中的一个 它似乎认为 世界上的火水和土 应当有一定的比例 但是每种元素 都在企图扩大自己的领土 其中有一种必然性和自然率 在校正着这种平衡 例如有了火就有灰烬 灰烬就是土 这种不能逾越永恒固定的界限的 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希腊信仰 也是希腊人至高无上的正义 阿纳克西曼德还是第一个绘制地图的人 据说他认为大地的形状像一个圆柱 太阳像大地一样大 阿纳克西美尼则认为 机智是气 灵魂是气 火是稀薄的气 气凝聚可以变成水 再凝聚就变成土 继续凝聚就成为石头 他认为大地像一个圆桌 而气包围万事贩物 米利都学派的尝试是初步的 但无疑是极有趣味性 有意义的 在那个附属的商业城市 原始的偏见和迷信 逐步被消解 宗教和神学的影子 几乎没有对米利都学派产生影响 哲学思想体现了我们的先辈 对世界的认知与猜测 其中不乏很有趣的想法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 希腊文明兴起的历史 了解了米利都学派的 三位学者的探索 明天我们将继续领读 西方哲学史 你是否曾思考过某个哲学问题 你找到自己的答案了吗 欢迎在评论区一起交流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明天见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大家好 我是主播拿铁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 英国著名哲学家 思想家罗素的 西方哲学史 在上一节的分享中 我们学习了 希腊文明兴起的历史 了解了 米利都学派的 三位学者的探索 今天我们将继续 一起阅读 古希腊哲学史的部分 通过今天的阅读 我们能够学习 我们能够学习到的哲学家有 毕达格拉斯 赫拉克利特等 在开始阅读之前 我们不妨先来一起回忆 童年时期的数学课 那时我们还处在启蒙阶段 其中明刻在大脑里的定理 少不了这一条 直角三角形 两夹边的平方之和 等于另一边的平方 即A方加B方 等于C方 我们不免惊叹数学间的精巧 和人的睿智 直角三角形的伟大命题 正是今天要讲的 第一位哲学家 毕达格拉斯 几起弟子发现的 与我们从小学到的 科学就是科学 人应该信仰科学 远离迷信的思想不同 其实 大多数科学从诞生起 就和某些错误的信仰形式 密不可分 这就使得 它们具有一种虚幻的价值 比如 天文学和占星术联系在一起 化学和炼丹术联系在一起 数学则结合了更精致的错误类型 它看起来可靠 准确 却是由纯粹的思想推演的 甚至是依靠想象的产物 毕达格拉斯 就是这样一位哲学家 他创造了荒诞 也同时 发现了科学 他建立了一种教义 被灵魂轮回的宗教 并且认为 灵魂是不朽的 灵魂可以转变成别的生物 凡是存在的事物 都要在某种循环里再生 没有什么是绝对新的 可他同时还发展了数学 有证明式的演艺推论 以上的数学 正是从他开始的 毕达格拉斯 不仅率领种地子 发现了三角形的秘密 还发现了数 在音乐中的重要性 比如数学专用名词 调和中项和调和级数 就反映着它的影响 再比如 数字的平方 立方这些概念 都是由他提出的 他指出 万物都是数 世界的本源即是数 把物体假想为 按照不同数的形式排列 而构成的分子所形成的 以此是算术 成为物理学 美学等学科的 根本研究对象 数学与神学的结合 开始于毕达格拉斯 代表着整个宗教哲学的特征 后世哲学家的身上 无不带有 毕达格拉斯思想的影子 他曾经评价自己 世界上既有人 又有神 还有像毕达格拉斯 这样的生物 下面谈到的几位哲学家 将告诉我们 毕达格拉斯的影响 是如何变得越来越显著 我们昨天说到 泰勒斯认为 万物的本源是水 阿纳科美尼认为是气 毕达格拉斯认为 树是万物之源 那么接下来 要出场的这位哲学家 赫拉克里特 则相信 火是世界的源质 其他万物 都有火而生 这个世界 不是任何神或人创造的 它永远是一团永恒的火火 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 火的转化是 首先成为海 海的一半成为土 另一半则成为旋风 赫拉克里特的火的学说里 充满了对立面的统一 首先他认为 在斗争中的对立面 结合起来产生运动 而运动就是和谐 他说 善与恶是一回事 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 是同一条路 这种学说 正是黑格尔变种法的萌芽 甚至也是我们如今信仰的 马克思唯物主义变种法的萌芽 其次 赫拉克里特最有名的见解 当属万物都处于流变状态 后来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也都同意赫拉克里特的教导 没有什么东西是存在着的 一切东西都在变化着 但越是这样 追求一种永恒东西的人类本能 就越强烈 人们迫切地渴望得知 生活不是绝望的 一定存在着什么东西是永恒的 于是 人们开始在宗教和长生不老里 追求永恒 哲学倾向的神秘主义者 发明了存在于 整个时间过程之外的永恒 永生意味着没有钱 没有后 没有时间 所有变化 在这个过程里 没有逻辑 赫拉克里特的永恒流变学说 是会让人不安和痛苦的 于是 哲学家们开始致力于 恢复人们的希望 以极大的毅力 不断追求某种 不属于时间领域的东西 这种追求 是自巴门尼德 巴门尼德认为 没有事物是变化的 他认为 感官是骗人的 可感觉的事物 大部分都是单纯的幻觉 唯一真实存在的是一 一 是无限的 不可分的 它没有对立面 因为冷 仅仅是不热 黑暗 仅仅是不光明 这种论证的本质是 当你思想的时候 你必定是思想到了某种事物 当你使用某个名字的时候 它必然是某种事物的名字 因此 思想和语言 都需要有它们对应的课题 所以 凡是可以被思考 被说到的 就必然在所有的时间内都存在 所以 不可能有变化 变化 意味着事物的产生 与消灭 这段论章 如果你没有听明白 没有关系 可以反复回味 也可以只知道 巴门尼德的贡献 在哲学上 这是从思想和语言上 推论整个世界的 最早的例子 巴门尼德的学说 大部分都表现在一部 叫做论自然的诗里 无赌有偶 恩培多克勒 也是用诗歌来写作 恩培多克勒 是一位比比比特格拉斯 更像混合体的人 他即哲学家 预言家 科学家 和江湖术士为一体 他对科学 有了重要贡献 他最先发现 空气是一种独立的实体 还发现了离心力的粒子 如果把一杯水 系在一根绳子上旋转 水就不会流出来 他知道月亮 是因为反射而发光的 但遗憾的是 他错以为太阳的光 也是反射的 在哲学方面 他的宇宙论融合了 之前多位哲学家的思想 他确立了土 气 火 水 四种元素 认为其中每一种 都是永恒的 它们可以按照 不同的比例混合 这样就会产生 世界上所发现的 种种复杂物质 他又认为 四种元素被爱结合 被斗争分离 爱与斗争 是和四种元素 同一级别的原始原质 物质的世界 是一个球 在黄金时代 斗争在外 爱在内 然后斗争逐渐入内 而爱被驱逐于外 直到最坏的情形 斗争完全距于球内 爱完全处于球外 接下来出场的 阿纳克萨克拉 是希腊第一个 把哲学介绍给雅典的人 他认为万物 都可以无限制地分割 他最著名的理论是 心也是参与 生活体组成的实体 每一事物 都包含各种事物的一部分 只有心除外 心 有支配一切 有生命的事物的力量 另外 以普罗泰格拉 为代表的智者学派 在怀疑主义的道路上 行进着 智者学 带有一定的阶级偏见 教授辩论术 只教给人 如何进行辩论 或是反对一种意见 所以被很多人认为 是轻调的 不道德的 但他们的智力 实在是优越 比如普罗泰格拉曾说 至于神 我没有把握说他们存在 或不存在 也不敢说他们是什么样子 因为有许多事物 妨碍了我们确切的知识 例如问题的晦涩 与人生的短促 我们也许会觉得 希腊人的想象 不科学 不理智 难以接受 又也许会觉得 他们的探索充满了趣味 但无论你是如何想的 无论关于生命 和世界本源的假说 是否可以得到证实 我们都必须承认 每一种假说 都能够自圆其说 并且符合当时 一知事实 所能包含的东西 就已经是一种智慧了 希腊人 在抽象事物方面的 想象创造力 至今仍然是值得称赞的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 西方古代哲学家们的 主要哲学观点和贡献 明天我们将沿着历史的轨迹 继续学习西方哲学史 你觉得今天提到的 哪位哲学家的观点 最有趣呢 欢迎在评论区 发表你的看法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大家好 我是主播拿铁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 英国著名哲学家 思想家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在上一节分享中 我们一起探索了 西方古代哲学家们的 主要哲学观点和贡献 今天我们学习的哲学家有 苏格拉底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众所周知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 亚里士多德又败于柏拉图门下 至今 民间仍然流传着 关于这三位哲学家的许多小故事 其中真真假假 早已难辨真伪 但不得不承认 正是因为他们的知名度和流传度之广 才有了哪怕是杜撰 也要以他们为主人公的故事 真实的他们是什么样的呢 三位家喻户晓的哲学家 有哪些显为人知的奇思妙想呢 今天的分享将为您详细讲述 这三位雅典哲学家 苏格拉底出身于雅典中产之家 致力于向青年们教授哲学 但又不像智者学派那样为了钱财 他死于死刑 接受过审判 真实的苏格拉底已经难以考证 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 就是他的学生笔下的他 其中以弟子柏拉图的记载 最为著名 虽然柏拉图常常借老师之口 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 但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 是一个始终一贯 且极其有趣的人 柏拉图创作的 公认的最有历史真实性的作品 是《申辩篇》 据说这是苏格拉底受审时 为自己所作的辩护词 判决的罪状是 苏格拉底是一个作恶怪异的人 他窥探天上地下的事物 把坏的说成好的 并且一知一切去教导别人 苏格拉底并不承认自己有罪 并且拒绝以承认有罪 而患得免除死刑 他拒绝遵循雅典审判的惯例 拒绝把咕咕啼啼的儿女 带到法庭上 意图让法官心软 苏格拉底认为怕死 并不是智慧 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 死会不会是更好的事 他感慨 雅典人 我尊敬你们 爱你们 但我不盲从你们 而且只要我还有力量 我就绝不停止实践哲学 和教导哲学 他说 他的身边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审判官们 如果你们杀了我 你们其实损害了你们自己 没有什么能够损害我 而不正义地剥夺别人的生命 是最大的罪过 审判官并没有放过他 临死之时 他慷慨激昂 死别的时辰已经到了 我们各走各的路吧 我去死 而你们去活 哪一个更好 唯有神才知道 柏拉图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苏格拉底 他非常自信 头脑清晰 且不在乎世俗的成败 他很像一个殉道者 相信着灵魂的不朽 和死后索取的另一个世界的幸福 除此之外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 还预示了斯多噶派和犬儒学派 斯多噶派 斯多噶派注重最高的善 就是德行 一个人 不能够被外部的原因 剥夺德行 苏格拉底 不仅始终坚持自己信仰的善和正义 还能够为之身变 犬儒学派 逃避文明的舒适生活 鄙视世界上的财货 苏格拉底很少饮酒 在爱情上坚持精神恋爱 甚至终日赤着脚 一闪蓝绿的生活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 受到苏格拉底的深刻影响 同时 苏格拉图还受到了 此前诸多哲学家的影响 比如 他从毕特格拉斯那里 学到了宗教的理念 灵魂不朽的信仰 出世的精神 对数学的尊重和理智 与神秘主义的交流 他从巴门尼德那里 学到了一切变化都是虚妄 又将这种思想 和赫拉克利特的 没有任何东西是永久的结合 罗素认为 关于柏拉图有五个值得学习的内容 乌托邦 理念论 灵魂不朽 宇宙起源论 知识论 今天我们重点来说说乌托邦 也就是理想国 在理想国中 公民应该被分为三个阶级 普通人 士兵 卫国者 其中只有卫国者 才有政治权利 教育的任务 是培养威严 礼仪和勇敢的品质 所有人能接触到的文学 音乐 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检查制度的筛选 青年人在一定的年龄之前 是不许看到丑恶与罪恶的 但男子们应该看看战争 并且始终进行着严格的身体训练和近视控制 柏拉图认为 戏剧里有坏人 而只要演戏剧 就必然有人去饰演坏人 这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同理 诗歌里那些有关欲望的内容 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所以 诗人和表演者 被驱除出国 经济方面 柏拉图提出 魏国者们不得有私有财产 要像在军营里生活一样 他们没有所谓的财富或贫穷 也没有任何快乐和不快乐的理由 同时 彼此的一切东西都是共有 包括妻子和孩子 这太令人瞠目皆舍 废一所思了 柏拉图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 许多男女一起结婚 就会保证最好的父亲 有最多的儿女 但同时 没有人知道自己的父母子女是谁 大家就必须像对待自己的父母子女一样 对待所有的长辈与后辈 而神 创造了三种人 用金子做的人 适合做魏国者 用银子做的人 天生就是士兵 而其他普通人 则注定从事体力劳动 如果我们问 这样的理想国能干什么呢 答案几乎就是 在对外作战时能够取得胜利 尽管这样的答案看起来颇为无趣 但避免灾祸 已经是一个政治家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了 如果我们把柏拉图的理想国当作一种奇思妙想 可能会觉得有趣 但如果我们把它和正义伦理联系在一起 可能就不由自主地站在了批判的立场 毕竟那些违反了人类道德的行为和公然的欺骗 都是引起我们反对的根源 但事实上 柏拉图也在自己的作品中进行了论辩 正义不是别的什么 只不过是强者的利益罢了 至于什么是正义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否符合你的理想 那就需要你进行自己的思考 去追寻属于自己的答案了 柏拉图曾经说过一个18岁的小徒弟 小徒弟在柏拉图的学院里居留了20年 直到柏拉图逝世 才开始属于自己的游历生涯 这个小徒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亚里士多德 但是在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思想之间 却充满了重重矛盾 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就是 无爱无师 无更爱真理 亚里士多德首先反对柏拉图关于家庭的构想 凡是对最大多数的人所共同的东西 便最不为人所关心 如果儿子们有太多父亲 那么所有的父亲会受到所有儿子的忽视 而且亚里士多德指出 柏拉图的计划会使得爱情化为泡影 亚里士多德同样反对柏拉图完全平均的社会构想 认为会造成愤恨和懒惰 当一个政府的目的在于为整个集体好时 他就是一个好政府 当他只顾及自身时 就是一个坏政府 他认为国家的目的是造就有文化的君子 把贵族精神与爱好学艺结合在一起 显然 他并不赞同老师柏拉图所提倡的 把诗人驱逐出境 在伦理学方面 亚里士多德认为 善就是一种幸福 是灵魂的一种活动 灵魂有两个部分 理性与非理性 对应的 人就有两种德行 理智的 与道德的 理智的德行 来自于教学 道德的德行 来自于习惯 立法者的任务就是 通过塑造善良的习惯 而使得公民们向善 并且 亚里士多德提出 我们由于被迫 而获得善良的习惯 但是 我们会在自己做出的善良行为里 获得快乐 亚里士多德 有一个著名的中庸指导学说 每种德行 都是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道 每个极端 都是一种罪恶 比如 勇敢是怯懦与鲁莽之间的中道 不卑不亢 是虚荣与卑贱之间的中道 亚里士多德还设想 最好的个人 应当有适当的交往 除了政治学和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 又在逻辑和物理学方面 颇有兴趣 逻辑学上 他最大的贡献 就是三段论的学术 虽然在物理学方面 提出了许多见解 都在后来的科学发展过程中 推翻了 但是 他那种想象与思考 是极其可贵的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 雅典哲学 学习了柏拉图笔下的 苏格拉底 柏拉图的理想国 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 感受了他们思维的传承 与碰撞 明天我们将继续沿着 历史的轨迹 继续学习西方哲学史 你更赞同柏拉图的理想国呢 还是更赞同 亚里士多德所持的反对意见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 说出你的看法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明天见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大家好 我是主播拿铁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 英国著名哲学家 思想家罗素的 西方哲学史 在上一集的分享中 我们一起探索了 西方古代三位哲学大家 柏拉图 苏格拉底 和亚里士多德的故事 今天我们将沿着历史的轨迹 继继续学习西方哲学史 亚里士多德是欢乐的正视世界的最后一个希腊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以后 古代希腊语世界进入了希腊化的时代 哲学进入了逃避的模式 世界是不好的 让我们学会一世独立吧 身外之物是靠不住的 在这种背景下 产生了诸多哲学学派 犬儒派的创始人 安提斯泰尼 是苏格拉底的弟子 在这个少年变成老头以后 却变得和以前截然不同了 他说 我宁可疯狂 也不愿意快乐 他总是穿得破破烂烂 进行露天演讲 认为一切精致的哲学 都毫无价值 这位老先生 主张不要政府和私有财产 放弃婚姻 比起奢侈 与一切人为的 对感官快乐的追求 而他的弟子迪奥格尼 就活得更偏激了 此人下定决心 要像狗一样地活下去 所以被称为犬儒 他拒绝接受一切习俗 无论是宗教的 风尚的 服装的 居室的 饮食的 或礼貌的 他以兴起为生 宣扬有爱 对德行 有一种强烈的追求 特别是追求 从欲望之下 解放出来的 道德自由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原来 常年的战争和混乱 已经让幸福生活 变成一种 渴望而不可及的东西 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 也许 就是他们自我安慰 的一种方法吧 当代人 总是爱说 极简生活 殊不知 这种时髦的生活方式 在几千年前的 希腊化时代 就已经出现了 希腊化时期 有两大新学派 伊比纠鲁派 和斯多噶派 他们的创始人 伊比纠鲁和支诺 大约同时出生 并都定居雅典 他们两个 都有追求朴素 和田径的生活方式 伊比纠鲁的生活 非常简朴 他说 当我靠着面包和水 过活的时候 我的全身 就洋溢着快乐 而且 我轻视奢侈的快乐 不是因为 他们本身的缘故 而是因为 种种的痛苦 会随之到来 伊比纠鲁的哲学 正像这个时代的 其他哲学一样 主要是想获得田径 他认为 快乐就是善 心灵的快乐 就是对肉体快乐的观赏 他说 如果抽掉了 嗜好的快乐 抽掉了爱情的快乐 以及听觉与视觉的快乐 我就不知道 我还怎么能够想象善 如果把快乐 分为动态的快乐 和静态的快乐 动态的快乐 就在于达到一种 愿望和目的 静态的快乐 则是一种平衡的状态 伊比纠鲁认为 追求静态的快乐 更稳妥 因为 他不必依靠痛苦的存在 作为对愿望的刺激 所以他认为 没有痛苦本身 就是快乐 这是一种病弱者的哲学 用以适应一个 几乎已经不可能 再有冒险的幸福世界 少吃 因为怕消化不良 少喝 因为怕第二天早晨醒不了 避开政治和爱情 以及一切感情的活动 就不会失望 不要结婚生子 就不会丧失亲人 相信这种理念 直到今天 也有一些人认可 并且用实际行动 去证明它 另一个学派 斯多格主义的创始人 芝诺 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芝诺认为 一个人的生命里 只有德行 才是唯一的善 健康 幸福 财富 都是渺小 而微不足道的 既然德行 在于意志 那么人生中 一切真正好的 和坏的东西 都仅仅取决于自己 旁人 只能有力量 左右身外职务 唯有德行 完全依靠个人 每一个人 只要能够把自己 从世俗的欲望中 解脱出来 就有完全的自由 但事实上 斯多格主义 也是吃不到葡萄 受葡萄酸 我们不能够有福 但是 我们却可以有善 所以 只要我们有善 就让我们装成 是原谅了 这不幸的人生吧 这种学说 无疑是英雄主义的 而且 在一个混乱 令人失望的时代 是有用的 但却是 不真实 不真诚的 在压抑而混乱的 希腊化时代 终于出现了一个 新的学说 新柏拉图主义 新柏拉图主义的 创始人 普罗提诺 摆脱了现实世界中的 毁灭与悲惨的景象 转而将目光 投向一个 善与美的永恒世界 他和那个时代 所有的人一样 都潜意识地认为 真实世界 毫无希望 唯有另一个世界 才是值得现身的 对于教徒来说 另一个世界 就是死后去的天国 对于新柏拉图主义者来说 另一个世界 则是柏拉图所讲的 永恒的理念世界 是与虚幻的现象世界 对立的真实世界 普罗提诺认为 太医是至高无上的 其次是精神 最后是灵魂 太医很难被解释为 具体的某种东西 他有时候被称为神 有时候被称为善 可以不依赖于任何事物而存在 而此处的精神 带有理智的含义 是看见自身时 所见的智慧光芒 他认为 要想认识神圣的心灵 我们就必须趁着自己的灵魂 与神相似的时刻 来研究灵魂 必须抛开肉体 以及欲望冲动 虚幻无用的感觉 这时剩下来的 就是神圣的理智的影子 三位一体中 最底下的是灵魂 它虽然低下 却是一切生物的创造者 创造了日、月、星辰 以及整个可见的世界 普罗提诺的哲学 是一个终结 也是一个开始 就希腊人而言 是一个终结 但就基督教宗教世界来说 则是一个新的开端 对于被几百年的失望所困扰 被绝望所折磨的西方古代世界 普罗提诺的学说 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 却不是令人鼓舞的 把它的哲学中 可以保存的东西流传下来的 是我们下一节要讲述的 基督教哲学家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 希腊化时代的雅典哲学 特点是屈服与混乱 普遍的混乱 必然会引起道德的败坏 甚至致时的衰退 政治和社会的动荡不宁 致使只有极少数人 能够保持高度的圣洁 因为当时只有唯唯诺诺混日子 才能保持苟权性命 保护财产 然而 在极少数圣洁的人的心里 恐惧也代替了希望 生命的目的 与其说是某种积极的善 还不如说是逃避不幸 哲学不再是引导着 大无为真理追求者们 前进的火炬 而是沦为生存斗争深厚 收拾残破灵魂的救护车 在这个压抑又混乱的时代 任何一种哲学 都不再是朝气蓬勃的导航者 而是充满了逃避现实 收拾残局的思想 明天我们将沿着历史的轨迹 继续学习西方哲学史 了解天主教哲学 你更喜欢火炬一样 积极向上的哲学 还是作为失忆人生救护车的哲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明天见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大家好 我是主播拿铁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 英国著名哲学家 思想家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在上一节的分享中 我们一起探索了雅典哲学 在这个压抑又混乱的时代 任何一种哲学 都不再朝气蓬勃 而是充满了逃避现实 收拾残局的思想 今天我们学习宗教哲学 提到这四个字 我们不难联想到 披着长袍严肃的教皇 中世纪荒唐古板的教条 在这些显而易见的表象之下 无外乎基督教道德律观点 天主教政教关系 以及两者的延伸 可以这样说 学习宗教哲学 相当于学习了 受惠组织性质的 伦理学 政治学内容 战火连天 接连了几个世纪 民不聊生 气离子散 大部分富有思想的人 对于现存事物 总是深感失望 怎样忍受现实中 无法改变的苦难呢 他们只有一条出路 期待一个比较好的来世 所以生活的苦难 在无意间增强了 人们对宗教的感情 地上善人的一生 只是奔向天国的旅程 除了最后 引人进入永福的 坚真的德行以外 陈世间 不可能有什么 有价值的东西 这样几乎绝望的心情 让人们死死握住 救命稻草 来世的幸福 在时代的洪流之中 宗教哲学的 三位代表人士 脱颖而出 圣安布洛斯 确立了教会 与国家关系之间 属于教会方面的观点 圣洁罗姆 给西方教会 提供了拉丁语一本的圣经 并且促进了 修道院制度的实现 圣奥古斯丁 固定了一直到 宗教改革为止的 教会神学 在这三个人中 又以圣奥古斯丁的学说 最为突出 圣奥古斯丁是一个 著述丰富的作家 他的作品主要关于神学问题 其中一些文章 到现代依然有现实影响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 关于圣奥古斯丁学说的 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 纯粹哲学 历史哲学 有关旧熟的理论 一般来说 圣奥古斯丁并不专心 致力于纯粹哲学 但偏偏一旦他涉足 纯粹哲学方面 就展现出卓越的才能 《忏悔录》第十一卷 是最能代表 圣奥古斯丁 纯粹哲学的作品 在这之前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 创始论里 上帝 与其说是造物者 不如说是一个设计师 或者建筑师 他们认为 物质实体是永远的 不是被创造的 只有形和像 才出于上帝的意志 圣奥古斯丁 却不这样认为 他主张 世界是从无中创造出来的 上帝不仅担任了 设计整顿安全的职责 还从无中创造了整个世界 圣奥古斯丁认为 时间与创世同时出现 上帝在超时间的意义上来说 是永恒的 没有所谓以前和以后 只有永远的现在 上帝的永恒性 是脱离时间关系的 对上帝来说 一切时间都是现在 上帝并不限于 自己所创造的时间 所以 他也将永恒地存在于 时间之中 而实际上 上帝又永远地 站在时间的洪流之外 这种思维 引导着圣奥古斯丁 写出令人十分钦佩的 时间相对性理论 那么 也许你会问 什么是时间 时间这一概念 是否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呢 圣奥古斯丁这样说 这是明白的 如果我想给问我的人解释 我却不明白了 有趣的是 他依然给出了回答 时间是实际存在的 既非过去 又非未来 而只是现在 现在只是一瞬间 而时间 只有当他正在经过时 才能加以衡量 虽然如此 疑惑又来了 时间 确乎有过去和未来的时间 那么 我们好像 一直处于矛盾之中 为了避免这种矛盾 圣奥古斯丁说 过去和未来 只能被想象为现在 过去 必须和回忆相等同 而未来 则与期望相等同 回忆和期望两者 都是现存的事实 他将时间分为三种 过去事物的现在 现在事物的现在 未来事物的现在 圣奥古斯丁的纯粹哲学 集中反映在 他的时间论中 而接下来要讲的 历史哲学 则集中在 上帝之城艺术中 上帝之城 是一部有关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 全部基督教历史纲要 在整个中世纪 特别是在教会 对世俗诸侯的斗争中 这部书曾经产生过 巨大的影响 在现实世界里 地上之城和天上之城 这两座城 是混为一体的 但在来世 被神所预先选定的 得救者 同被神厌弃者 将被分开 书中谈论了 关于强奸的问题 显然到今天 仍然有些人认为 女性丢失了真结 肯定是女性自己的过失 这种落后腐朽的思想 仍然存在 但当时的圣奥古斯丁 已经能够以客观的眼光 来判断强奸的问题 他说 别人的情欲 是不会玷污你的 真结 是内心的品德 他不会因为强奸而失去 只有罪恶的意图 才会使一个人 丢失高洁 除此之外 圣奥古斯丁还认为 占星术是邪恶和虚伪的 他给出的反面论证是 同一生辰的双胞胎婴儿 有着不同的命运 这一点 朴素而又原始地论证了 生辰八字 星座研究等的不客观性 圣奥古斯丁认为 离开真正的宗教 就没有真正的道德 人死后可以复活 或者是灵魂的复活 或者是最后审判时 肉体的复活 有罪的人 将会遭受无尽的焚烧 除了时间论 圣奥古斯丁神学 最有影响的部分 就是反击培拉丘斯的理论 培拉丘斯相信自由意识 怀疑原罪的教义 并认为人类的道德行为 是处于人们在道德方面 努力的结果 如果人们归行俱步 并属于正统教派 那么作为道德的奖赏 人们都可以胜入天国 而圣奥古斯丁 将培拉丘斯的说法 看为是异端 加以批评 他教导教徒 亚当和夏娃 吃了苹果 所以道德的败坏 侵入了他们的体内 并遗传给了世世代代 所以他们的后代 不能以自立避免罪恶 只有上帝的恩宠 才能使人有德 在这种说法之下 因为我们所有人类 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 所以都继承了 他们的原罪 会受到永结的惩罚 所有未洗礼的人 即使是婴孩 也都是邪恶的 我们无权对此倾途不满 好在 由于上帝的恩惠 受洗礼的一部分人 将被纳入天国 至于谁会被纳入天国 上帝采用的是随机选择 永结的惩罚 代表了上帝的公正 拯救的随机 证明了上帝的善良与怜悯 对于当时的教会和信教者来说 这些说法显然是理所当然的 但现在 接受过科学教育 理智思考的人 自然能分辨 什么才是真理 残酷而迷信的思想 与生俱来的动荡 让整个中世纪 更加充满黑暗和腐朽 人们不得不赎罪 不得不在有生之年 用尽全力 却患得所谓虚无的来世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了 天主教哲学 了解到 以圣奥古斯丁为代表的 哲学家们的贡献 了解了他的时间论 关于真洁的进步思想 以及一些神学思想 一点点进步的火苗 在黑暗迷信之中挣扎 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依然水深火热 明天我们将继续领读 西方哲学史 你对圣奥古斯丁的理论 有什么认识 人类是否真的出生 就带着原罪 在评论区收拾你的看法吧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大家好 我是主播拿铁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 英国著名哲学家 思想家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在上一节的分享中 我们一起探索了宗教哲学 看着人类进步的微弱火苗 在黑暗迷信的时代洪流之中挣扎 今天我们将继续一起学习宗教哲学 走入经验哲学家们的世界 公元六百年到公元一千年这一段时间 正值中国的唐朝 中国的诗歌最鼎盛的时期 文化、经济和外交也都非常出色 然而整个欧洲却被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 教皇和专制君主两方此消彼长的势力 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 信仰的歪曲和颓唐风气的盛行 使得我们不得不成中世纪 为西欧的黑暗时代 罗素在书中成功预言 如今的世界会进入经济全球化 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 这无疑能够在如何看待西欧黑暗时代 这个问题上给予我们启示 若沉浸在颓废中 至多只能理解那段岁月的恐怖 但若在横向上跳出西欧 看同期的中国 在纵向上超越时代 放眼未来社会 则能够全面地理解人类社会的向上性 理解哲学 想要教会我们的大事业 恰如罗素所言 一位已经在二十世纪过世的英国思想家所说 假如我们打算在世界上生活得更舒适 那么我们就必须在思想中 不仅承认亚洲在政治方面的平等 也要承认亚洲在文化方面的平等 我确信 这些变化将具有极其深刻重要的意义 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 一起了解一下经院哲学 经院哲学是什么 是与宗教神学相结合的唯新主义哲学 属于欧洲中世纪特有的哲学形态 是天主教教会用来训练神职人员的理论 约翰刚被国王邀请至法兰西的时候 国内正进行一次思想大辩论 而他写下了论神的预定说 以支持自由意志派 约翰最为著名的作品是《自然区分论》 这是一部在经院哲学时代 可以称为实在论的著作 《自然的整体》被约翰划分为四类 第一类 创造而非被创造者 只能是上帝 第二类 是创造者也是被创造者 但是存在于上帝之中的理念 第三类 被创造者 但非创造者 也就是时间与空间中的事物 第四类 既是非创造者 也是非被创造者 令人惊讶的是 约翰说 这仍然是上帝 但此刻上帝 不是作为创世主出现的 而是作为一切事物的终极和目的 上帝是事物的开始 终极和终极 这种划分方法 有着积极的进步思想 不过和神学也逃不了干系 另外 约翰认为 犯罪的根源在于太过自由 罪的发生 是因为人们自己变坏了 身体里善的成分太少 说完了约翰 我们再说说阿奎娜 阿奎娜是公认的最伟大的经验哲学家 在所有的教授哲学的天主教文教机关中 他的体系是唯一作为正统教材来教授的 在天主教信徒心目中 他几乎具有教父般的权威 阿奎娜最重要的著作是 异教徒不义即要 在这本书中 他提出 智慧意味着某个人通达成目的的方法 但一切特定的目的都从属于宇宙的目的 因而智慧本身是与宇宙相关的 宇宙的目的就是知性的善 就是真理 在这种意义下 寻求智慧便是最完善崇高 最有益处和最为愉快的事业 阿奎娜创作的目的 就是要阐明天主教信仰所宣言的真理 第一步是证明上帝的存在 有些信徒认为这一步不是必要的 因为他们会说上帝的存在是自明的 但是只有人人都知道上帝的本质 这个论断才是真实的 可事实上 没有一个人能够知晓上帝的本质 再推论出上帝的存在 阿奎娜在神学大权艺术中 提出了五种有关上帝存在的论章 第一种论章是 凡是被推动了的事物 都必定由某种事物所推动 我们可以往上去追溯 但又不能永无止境地追溯 当遇到一个直使动 而不受其他事物推动的事物时 就会发现 这个事物只能是上帝 第二种论证 基于第一种论证方法 着重突出无限追溯的不可逆性 第三种论证是 一切必然性必有最初的根源 罗素说 这一点也和第一第二点大同小异 第四种论证是 世界上存在着完美的事物 这种种完美的事物 不可能凭空出现 一定溯源于某个至善至美的事物 第五种论证是 我们发现很多无生命的事物 都在完成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必定存在于 这些无生命事物的外部 因为只有有生命的事物 才能有内在的目的 在证明了上帝存在之后 阿奎纳开始探索上帝 阿奎纳提出 上帝不属于任何类别 不能被定义 说万物像上帝 比说上帝像万物更合适 阿奎纳说 上帝是善 是万善之善 祂是智慧的 而且祂的智慧的行动 是祂的本质 上帝在同一瞬间 理解所有的事物 祂的知识不是一种占有 同时也不是推理的或逻辑的 上帝是真理 上帝中有喜乐和爱 上帝什么也不恨 并具有沉思和积极的美德 通过学习阿奎纳的学说 我们可以发现 善良和智慧 永远是最被认可的美德 在《一角图不易及要》的第二卷中 阿奎纳主要阐明 他对于人的灵魂这一问题的看法 一个人只有一个灵魂 且整个灵魂充斥于身体的每一部分 动物的灵魂不是不死的 而人的灵魂则是可以永生的 但是灵魂不是遗传的 是随着每个人重新创造的 《一角图不易及要》的第三卷 则主要表达了阿奎纳的伦理观 恶不是故意的 它不是一种本质 而且具有偶然性的善因 人类的幸福不在于肉欲 名誉 荣华 富贵 世俗 权柄 以及肉体的享用物 也不在于感官 阿奎纳说 神的法律要求我们要爱上帝 其次要爱邻舍 神的法律禁止犯奸淫 因为做父母的 应当在子女养育期间住在一起 禁止节欲 因为节欲违背自然 不禁止众生独身主义 事实上 这一切说法并非神的旨意 都是阿奎纳根据自己的理性思考得来的 自我创造出的 认为有利于宗教和社会管理的条例 某种程度上 他的思想确实比同时期 其他思想家先进和深刻 但事实上 罗素指出 他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哲学精神 也不像苏格拉底 等更遥远的一些哲学家那样 孜孜不倦 始终不懈地追求真理 他只是公布了 自己没有深入开始哲学思考前的结论 给预先下的结论准备论据 并不是哲学 只有不断探索 不断推论的 才是真正的哲学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经院哲学 主要了解了约翰·斯科托 和圣托马斯·阿奎纳两位经院哲学家 以及他们的宗教哲学观点 而后 随着历史的进步 教皇制逐渐衰落 中世纪在斗争中消亡 明天我们将迎来西方哲学的曙光 近代史部分 你对宗教哲学有什么感受 请在评论区一起交流吧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明天见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大家好 我是主播拿铁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英国著名哲学家 思想家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在上一节的分享中 我们一起探索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以及他们的宗教哲学观点 而后 随着历史的进步 我们即将迎来西方哲学的近代史部分 为之近代的这段历史时期 人的思想见解和中古时期的思想见解有许多不同 最关键的是教会的微信衰落 科学的微信上升 所以近代的文化可以说成是一种世俗文化 而不再是僧侣文化 从这一节开始 我们要讲到的文化 大体上都属于自由主义文化 按罗素的话来说 就是和通商贸易 极自然地连在一起的那类文化 近代以来 科学的微信逐渐增强 科学的微信 是近代大多数哲学家都承认的 由于它不是统治微信 而是理智上的微信 所以它是一种和教会微信不大相同的东西 否认科学微信的人 不会像否认教会微信那样遭到惩罚 不承认科学微信的人 也不会因为被某种现实利益左右而承认它 科学微信在本质上力求理性裁断 而且全然只凭借这一点之上 它不像教会微信 尤其天主教有的那种成道成体系的教义 创造出一个完备的体系 从创世到宇宙的过去和未来的历史 从人类的灵魂道德到人类社会 应当以何种模式存在 科学微信只对当时似乎已由科学判明的事情表示见解 而这些见解在茫茫知识大海中不过是一粒宿密 科学论断承认自己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 难免会发现修改的情况 但教会微信则宣称自己的论断绝对正确 科学的发展促进了人类思想的发展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醒我们 如果仅仅将科学技术看成一项工具 不再追求目的 只崇尚巧妙的方法 人类将陷入疯狂 近代以来 具备哲学思维将越来越重要 因为只有理智健全的哲学 才能解不加思考的使用科学的毒 从教会微信中解放出来 促进了个人主义的发展 近代哲学也保留了许多个人主义的倾向 首先在迪卡尔身上非常显著 他根据自身存在的确实性 建立全部知识 却又承认清晰和盼然 这两种完全主观的东西 为真理的判断标准 再比如 洛克本人具有客观的气质 但也不由自主地陷入主观论调 甚至甘愿永远自相矛盾 去反驳认识就在乎观念的相符和不符 到了休默这里 经验主义哲学登峰造极 成了一种谁也无法反驳 谁也不能相信的怀疑主义 我们将利用两节课的时间 重点学习以上几位近代哲学家的主要哲学思想 至于康德 费西特伦 黑格尔 卢梭等人 自然是将自由主义发扬光大 那是我们的后话了 哲学史上通常把笛卡尔看作是近代哲学的始祖 罗素也赞成这一观点 笛卡尔是第一个有高超哲学能力 在见解方面受新物理学 新天文学深刻影响的人 固然 他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经验哲学的某些东西 但他可以突破前人奠定的基础 另起炉灶 创造出完全不同的哲学体系 这是从亚里士多德时期开始就从未有过的事情 是科学的进展带来的新自信心的标志 他的作品带来了从柏拉图开始就没有再见过的清新气息 比调平易不迂腐 哪怕是平凡的人也能读懂 笛卡尔是哲学家 同时也是数学家科学家 在哲学和数学上 他的工作无比重要 在科学方面稍显逊色一些 在数学方面 他对几何学最大的贡献是发明了几何坐标 首创了使用坐标系来确定点的位置 他发明了几何坐标 在经过改良后就成为了我们现在熟知的坐标 他推广了解析方法 并且把代数应用到了几何学上 在纯哲学方面 他最重要的两本书是方法论和沉思路 我们重点讲讲两本书中他的认识论 笛卡尔是从各种感觉的怀疑入手的 比如你能不能怀疑你正坐在教室里看书 答案是可以怀疑 因为你有可能在梦境中或者在想象中进行着你以为正在进行的事情 对于几何学和算术也可以怀疑 说不定每次当你进行一次运算的时候 一个狡诈的恶魔就蒙骗你出错 是的 这种说法也是笛卡尔经愿哲学思维的体现 一切都可以怀疑 任何你所想到的都可能是不存在或者是不真实的 不过 总要有什么是存在的 笛卡尔这样说 当我要把一切事物都想成虚假的时候 这个进行思维的我必然一定要是某种东西 我认识到我思故我在这条真理十分牢靠十分准确 怀疑论者的所有妄想和假定都无法将其推翻 于是我断定我能够毫不犹豫地承认 我思故我在是我所探索的哲学中的第一原理 这段文字是笛卡尔认识论的核心 是他的哲学思想的重重之重 笛卡尔以后的哲学家大都注重认识论 主要原因就是笛卡尔开启了先河 我思故我在说精神比物质优先 比物质真实 所以一切出自笛卡尔的哲学都含有主观主义的倾向 而且偏向把物质看成是唯有从精神的所知和推理中 才可以认识的东西 当然至于我们当下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 物质决定意识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应该学会区别理解各家说法 据罗素所说 斯宾诺莎是伟大的哲学家中 人格最高尚 性情最温厚可亲的 不过她的一生却遭遇了无数驱逐和冷落 在政治学说方面 斯宾诺莎认为自然状态下 无是也无非 她认为主权者无过 教会应当完全从属于国家 她反对一切叛乱 哪怕是反抗坏政府的叛乱 她还把民主制看成是最自然的整体 此外 臣民不应当因为主权者牺牲所有权利 斯宾诺莎最重要的著作是《伦理学》 书中探讨了三个问题 先从形而上学讲起 再转论心理学 最后阐述 以形而上学和心理学做基础的伦理观 其中形而上学是迪卡尔哲学的遍体 心理学带着霍布式的一封 伦理观是它独树一帜的 也是书中最有价值的地方 斯宾诺莎说 我们所遭的事 在多大程度上由外界原因决定 我们就多大程度上受到奴役 这两者是相应的 我们有几分自觉 便有几分自由 他相信一切不正当行为 都起源于知识上的错误 他认为在某个意义上 自立特别是自我保全 主宰了人类的一切行为 任何一种德行 不能设想 他先于保持自己存在的努力 但是贤达的人和一般的利己主义者 会选择不同的事物 当作自立的目标 遵从理性过生活的人们 会和由不正当的观念产生的情感 协和共处 快乐本来是善的 但是希望和恐惧是恶的 谦卑和懊悔也是恶的 斯宾诺沙把时间看成非实在的东西 所以他认为 与已经成为过去或尚未到来的事情 有本质关联的一切感情 都是违反理性的 只要精神在理性的指示下理解事物 无论那观念是现在事物 还是过去事物或未来事物 精神都有同等的感动 这句话就是斯宾诺沙哲学思想的本质所在 今天我们一起开始了近代哲学的学习 主要了解了近代哲学概论 学习了近代哲学鼻祖笛卡尔的思想 以及斯宾诺沙的学说 明天我们将继续一起学习近代哲学 笛卡尔为什么会被称为近代哲学第一人呢 他的思想给了你什么启示呢 在评论区里交流吧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明天见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大家好 我是主播拿铁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英国著名哲学家 思想家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在上一节的分享中 我们一起开始了近代哲学的学习 了解了近代哲学鼻祖笛卡尔的贡献 以及斯宾诺沙的学说 随着时代和科技的发展 科学的力量越来越得到重视 自由主义盛行 笛卡尔身上的自由主义非常显著 我思故我在的说法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今天我们再讲讲两位大哲学家的故事 希望你能从中获得启发 布莱尼兹是一个千古绝伦的大智者 但罗素认为 这个人并不值得我们敬佩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莱布尼兹虽然勤勉简朴又节制 但是他欠缺的是一个哲学学者应有的哲学品德 他不崇高 甚至在世俗中随波逐流 就算一种思想再精湛 只要不能带给他声望 他都会把这类思想的记载数之高格 到头来 他发表的都是蓄意要讨王公后妃们家上的东西 结果同一个莱布尼兹就产生了两套哲学体系 一个是他公开宣扬的乐观守正统 玄虚又浅薄的流俗哲学体系 另一个是并未公开发表的 内容深奥 条理清晰 逻辑鲜明的哲学体系 今天我们主要讲述前者 莱布尼兹的流俗哲学 在《单子论》和《自然与圣宠》的原理两本书中 可以窥见一半 《变神论》则叙述了它的神学乐观主义思想 是为了讨当时的王后开心些的 虽然这种做法令我们无语 但是我们也要正确看待莱布尼兹思想中有价值的部分 莱布尼兹同迪卡尔和斯宾诺莎一样 也让他的哲学立即在实体概念上 但他相信有无限个实体 并把这些无限多的实体称为单子 抽象上来说 每个单子都是一个灵魂 单子的本质属性是思维 莱布尼兹保留了迪卡尔的一些弟子们所说的 各实体不能相互起作用 而且推论出了种种奇妙的结论 其中 无疮单子理论最为著名 他认为单子是没有窗户的 也就是说 任何两个单子彼此不可能有因果关系 纵然有时候看起来似乎有关系 但事实上都是皮相击人 可是 这就很容易引发一个问题 我们平常对事物有感受 难道不是因为事物作用于我们 我们才能感受得到吗 为什么说各实体间没有相互作用呢 莱布尼兹用潜定的和学理论来解释这一问题 神早已给了每个实体性质 自发地产生各种结果 看起来就像是相互作用的结果 罗素认为 这个理论来自于二时钟 有两台时钟走得很准确 在同一时刻暴时 是因为所有时钟都已经被造物主安排好了 在同一瞬间暴时 而不是彼此间影响 我们存在的世界也只不过是一套准确的机械 不可否认 莱布尼兹为神的存在提供了高妙的证据 他说 神永远怀着最善良的意图而行动 但是 我们的疑惑又来了 最善良的神 为什么会创造一个包含着邪恶和丑陋的世界 他本来可以创造一个不含一点恶的世界 只有真善美的世界呀 莱布尼兹解释 一点恶都没有的世界 不如现实世界好 因为大善必然和某种恶相关 布莱尼兹举了一个例子 当你口渴 喝点水能够给你痛快的感觉 所以在你找到水之前 你愿意忍受渴的感觉 但是 如果你根本不口渴 这个时候你喝水 就不会特别快乐 这个例子是否恰当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神学家的罪与自由意志 就是这样的关系 这套理论深得当时普鲁士王后的欢心 因为保证了农奴制的合理性 农奴制继续恶 王后自己则可以继续以善使人 1688年 英国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光荣革命 结束了封建统治 建立了英国资本主义制度 哲学家约翰洛克是革命中最温和 而又最成功的倡导者 洛克是哲学家里最幸运的人 他所在的国家政权被同他有着相同政见的人掌握 而他恰在这个时候完成了自己的理论哲学著作 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 他的主张都是许多年间最有魄力和威望的政治家们奉从的 英国革命过后 洛克写了两篇政治论 第一篇中批评了世袭权力说 打击了在此之前一以贯指的世袭主义 第二篇政治论中 洛克提出统治权的真根源 即自然法 众人遵循理性一起生活 在人世间没有共同的权威在他们之间裁决 这是真正的自然状态 洛克的这段话不是写蛮民的生活 而是写有德性的无政府主义者们组成的空想主义 他们不需要警察和法院 因为他们永远遵从理性 理性和自然法就是一个东西 但洛克的自然法中还包含了一些令人惊讶的部分 比如他说俘虏应该成为奴隶 他还认为每个人天生有权利惩罚对他本身或他的财产侵袭的人 甚至可以为此伤人性命 在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 洛克作为与历史潮流相符合的哲学家 很重视人的私有财产 抛开了世袭制度 洛克关于政府起源的思考是纯粹现实的事情 洛克在哲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欧洲一向有两大哲学 一类的学术和方法都是从洛克得来的 另一类先来自迪卡尔 后来自康德 但康德说自己是洛克和迪卡尔哲学的综合 除此之外 真正继承洛克一博的 首先是修默 大卫修默是众多哲学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因为他把洛克和贝莱克的经验主义哲学 发展到了逻辑结局 由于把这种哲学做得自相一致 使他成为了难以相信的东西 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一条死胡同 沿着这条路 将不再能继续前进 修默曾经这样叙述自己的性格 我这个人秉性温和 会克制脾气 性格开朗 乐交友而愉快 可以有倦爱 但几乎不能存仇恨 在我的一切情感上都非常有节度 从没有任何事物会使得我的脾气变得乖利 尽管我经常失望 而他的思想和历史也都印证了他对自己性格的表述 在修默的学说中最重要的是怀疑论 就是基于否定归纳的原理 修默说 一切推理无非是感觉作用的一种 不读在诗和音乐中 我们必须遵循自己的趣味和感情 在哲学里也一样 我如果确信一个什么原理 那不过是一个观念 比较强力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如果认为这套议论比那套议论可取 我只是由我个人对这套理论的感染力 而做出的判断而已 万物之间 根本没有可以发现的一体关联 我们之所以能得出关联的结论 根据的不是什么原理 只是作用于想象力的习惯罢了 回顾修默的思想 不得不说 带有一丝温和的悲观主义色彩 今天我们一起继续学习了 近代西方哲学史 主要学习了 莱布尼兹的流苏哲学 洛克的政治学说 和修默的怀疑论 明天我们将认识 非常重要的几位近代哲学家 听一听 卢梭 康德 黑格尔 拜伦的哲学思想 莱布尼兹被人左右逢源 洛克对英国进步起了推动作用 修默 天性温和 你最喜欢今天讲到的哪位哲学家呢 欢迎在评论区交流你的想法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明天见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大家好 我是主播拿铁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英国著名哲学家 思想家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在上一节的分享中 我们了解了莱布尼兹的流速哲学 洛克的政治学说和修默的怀疑论 今天我们将继续沿着历史的轨迹 学习18世纪以来的西方近代哲学 并在阅读中逐渐走向西方现代哲学 从18世纪后期到今天 艺术文学和哲学 甚至于政治都受到了浪漫主义运动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浪漫主义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就是用审美的标准代替功力的标准 比如 蚯蚓有意 但不美丽 老虎俊美 但无意 浪漫主义者会歌颂老虎 而不是蚯蚓 浪漫主义者会考虑审美动机和审美趣味 这使得他们与前人的审美明显产生不同 前人大多会赞美有意的蚯蚓 浪漫主义者喜欢奇异的东西 幽灵鬼怪 衰落古堡 由胜而衰的大家族的最后一批后裔 没落的暴君等等 他们认为过去那些艺术作品的主题平凡乏味 他们只能从红远 渺远 恐怖的事物中感受灵感 他们经常跟过去的 或是现在的现实完全断绝了关系 去注意那些遥远的 或极为古代的地方 有些人觉得浪漫主义是理想化 有些人觉得是小资产积极情调 但事实上浪漫主义运动并非简单的表现 它甚至同人性和人类环境的极深处的渴望有关 出于自立 人类变成了群聚性东西 但是在本能上一直非常孤独 因为需要有宗教和道德来补充自身的力量 为将来的利益而割舍现在的满足 这个习惯让人逆反 所以炙热的情感一旦从某处激发出来 社会上的其他种种谨慎约束 也就变得让人难以忍受了 这是人推开约束 由于内心而获得愉悦和能量 这就是浪漫主义者心中的真实快感 孤独本能 对社会束缚的反抗 不仅是一般所谓的浪漫主义哲学 政治和勤操的关键 也是了解一直到如今 这运动对人类社会各个层面 产生深刻影响的关键 在浪漫主义 唯心主义的影响下 哲学成了一种唯我论的东西 把自我发展 宣布为伦理学的根本原理 民族原则 也成为了哲学的推广 同时 由于浪漫主义观点 一半是因为贵族观点 一半因为重热情 请算计 所以鄙视商业和金融 总之 浪漫主义运动 从本质上 致力于把人的人格 从社会习俗和社会道德的束缚中 解放出来 不过 我们需要用批评的眼光 看待浪漫主义 这种束缚 一部分是冲破 上一社会阶段的老传统 另一部分 却也反映了自我中心热情释放后的情形 浪漫主义者 不再服从于整个社会 正如卢梭说 人不是孤独不群的动物 只要社会生活一天还存在 自我实现 就不能算伦理的最高原则 让雅克卢梭是一个对社会力量有着重要作用的哲学家 这种作用主要来自于他能够打动人们的感情 以及当时所谓的善感性的力量 他是浪漫主义运动之父 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就是社会契约论 卢梭明确指出 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是一种社会契约的关系 人们在定立契约时 并不是白白地转让自己的权利 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 平等 生命 和财产 他认为 社会契约不是在上者和下者之间的一种约定 而是共同体与各个成员之间的一种约定 实际上是人民同自己定立契约 由定立契约而成的国家 是代表全体人民最高的共同意志的 这个意志就是公义 国家就是根据公义进行统治的 人们服从国家 也就服从公义 同时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意志 既然国家是自由人民契约的产物 由此 卢梭得出了国家最高权力 属于人民的结论 康德一般被认为是近代哲学家中最伟大的存在 虽然卢梭并不认同 但他也承认 康德在人类哲学史上的深远影响 康德的自在之物 是贯穿于整个康德哲学史中的一个 重要基本概念 康德的自在之物主要有三层含义 首先 自在之物是作为我们的感觉经验的来源 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物 其次 自在之物是只能私之 不能知之的思维存在体 是理性的鲜艳理念 康德认为鲜艳理念 是现象后面的本质 是无数心对条件后面的总根据 是无数因果链条之上的总原因 因而 也是为我们的认识永远追求 而又永远达不到的最高统一者 他不是时空中的对象 不可能被认识 只能存在于思想中的纯概念 第三 自在之物作为实践理性的主体 是在实践上永远力求实现 而又永远不能实现的理想目标 是对人的道德行为进行规定的先天准则 是道德行为力求实现的目标 这就是至善 至善是最高的 是康德心中道德和幸福的统一 黑格尔是德国哲学中 有康德起始的顶峰 他的影响之大 不仅仅限于他的祖国德国 在十九世纪 影响了整个美国和英国 甚至诞生了黑格尔派 在纯哲学范围之外 有许多新教神学家也采纳他的学说 而且他的历史哲学 对政治理论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在青年时代 几乎是黑格尔的信徒 今天我们主要来问顾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黑格尔的洋气 以及他的市民社会概念 在黑格尔看来 既具有否定的含义 又有肯定的含义 两者是不可分开的 被洋气的东西 不是直接被取消了 而是通过洋气 其自身消极的方面 保留其积极的方面 成为更高东西的一个环节 对黑格尔来说 一个事物被他的对立面所否定 两者都去掉了他们的直接性 但也作为环节 被更高的整体所保留 这个更高的整体 对原初的事物 不是单纯的否定 而是有所改变 有所提高 同样 这个更高的整体自身 也面向进步 黑格尔认为 不管是概念还是事物 都可以被洋气 黑格尔提出 否定和肯定是辩证的统一 洋气的事物 没有返回到原来的肯定状态 而是达到了 比原始状态更高程度的肯定 并表现了事物自身的更大发展 市民社会 是黑格尔政治哲学的重要概念 黑格尔认为 它是独立的个人的联合 是一种相对的权体 市民社会 不同于自治和君主的政治国家 它包括满足各种需求的经济活动 司法 公共体系 市民社会有三个等级 实体性的等级 指农民阶级 它依赖于自然界 反思等级 指产业等级 它倾向于自由的经营活动 普遍等级 指公职官员 它以普遍利益为其职业 在黑格尔看来 市民社会 使人们成为有产阶级 人们在市民社会中 追求他自己的私人利益 并具有平等的公民权利 并具有平等的公民权利 但也存在着确定的制度 来保证个人的自由 协调个人需要 和共同体的集体需要 今天我们一起继续学习 近代西方哲学史 主要学习了浪漫主义的表现和影响 了解了卢梭的社会喜约论 康德以及黑格尔的主要哲学观点 明天我们将一起走向现代哲学 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 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你对浪漫主义有何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明天见 我们读书 然后就不孤单 大家好 我是主国拿铁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英国著名哲学家 思想家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在上一节的分享中 我们一起学习了浪漫主义的表现和影响 了解了卢梭的社会喜约论 康德的自在之物 以及黑格尔的主要哲学观点 今天我们将走向现代哲学 在开始今天的学习前 我们不妨先回忆曾经接触过的哲学家们 对于苦难的看法 大部分哲学家都或多或少地表现着乐观的精神 他们或者认为苦难是通往幸福的道路 或者认为经过苦难本身就是快乐幸福的一部分 人类可以通过感知苦难而达到更高的层次 但是与此前所有哲学家都不同的是 舒本华提出了悲观的论调 我们将在今天具体了解 信仰悲观论或者信仰乐观论 不是理性的问题 而是气质的问题 在西方哲学家中 乐观气质一向非常普遍 而舒本华的悲观 能够引起不同的思考 纵观西方哲学史 舒本华可以称得上是 个性异常鲜明 气质迥然不同的哲学家 刚刚我们提到过 几乎所有哲学家 从某种意义上讲 都是乐观主义者 而他却是个悲观主义者 他不像大部分哲学家属于学院界 也不像另外一些 身处传统之外 而且他同西方 大部分哲学家的信仰不同 他厌恶基督教 喜欢印度的宗教 比如印度教和佛教 他强调意志 并开启了 十九和二十世纪 中意志的哲学特征的先河 但是在他看来 意志虽然在形而上学 是基本的东西 在伦理上却是罪恶的 这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的立场 舒本华说 宇宙意志是邪恶的 意志通通是邪恶的 是我们的全部 永无止境的苦难的源泉 苦难是一切生命必不可少的 而且知识没有增长 苦难也随之加深 意志并没有一个 假如到达了 便会带来满足的固定目的 但尽管死亡最后仍要战胜一切 但我们仍然可以追求我们的目的 即使任何目的都是无意义的 就像我们把肥皂泡尽量吹得大 吹得久 固然我们完全知道 它们总归是要破裂的 幸福这种东西是根本没有的 因为愿望不满足 会惹人痛苦 愿望达到以后 只会带来更多的贪婪 舒本华认为 本能驱使人们繁育后代 繁育后代 又生出苦难和死亡的新机缘 如何解决痛苦呢 舒本华认为 苦难的起因是因为意志强烈 我们越少运用意志 就越少受苦 在实践层面 舒本华同禁欲的神秘主义 达到完全一致 但他不认同基督教 他说佛教是最高的宗教 善人会实行完全守真 自愿清贫 借斋和苦行 在所有事情上 他会一心克制 自己的个人意志 不过有趣的是 据说舒本华本人的生活方式 并非他所倡导的这样 尼采自认为 是舒本华的后继者 这点罗素认同 不过罗素还认为 尼采在许多方面 都超过了舒本华 舒本华的东方式 绝念伦理 同他的意志全能的行而上学 似乎是不调和的 但尼采的学说 一致不但在行而上学上排第一 在伦理上 也居于第一位 虽然尼采批评浪漫主义 但他的见解 有许多是从浪漫主义来的 他一人 竟有两组不容调和的价值 一方面 他喜欢无情战争和贵族的高傲 另一方面 他又爱好哲学 文学和艺术 尤其爱好音乐 尼采经常以 逆里悖论的方式发表意见 目的是要让 守旧的读者们震惊 他的做法是 按照通常的含义 来使用善恶二字 然后 讲他喜欢恶 而不喜欢善 例如他在 《善恶之彼岸》这本书中 说把追求善胜利 恶灭绝这件事 当成一种义务 是错误的 对一个人来说正当的事情 对另一个人来说也正当 你不愿意旁人对你做的事 你也不要对旁人做 尼采认为这些话 使他感到憎恶 这种原则 乐于把人和人的全部交道 建立在互相效劳上 于是 每一件行动 仿佛都成了 对于给我们所做事情的 现前报酬 这种假定 卑鄙到了极点 尼采认为 跟传统美德相反的 真正的那种美德 不是有利可图的东西 也不是叫人谨慎 这种美德 把具备他的人 同其他人隔离开 但是尼采 宣扬高等人 必须对庶民开战 这种思想 并不能被现在的我们认同 不过 尼采的伦理思想 不是通常任何意义的 自我放纵的伦理思想 他认为 为了重大目标 既有加给人痛苦的能力 也有忍受痛苦的能力 他赞赏意志 高于一切 他说 我不用斥责的手 指着生存的罪恶和痛苦 反而怀着希望 但愿有一天 生活会变得 比想象来得更罪恶 更充满苦痛 尼采带着狂喜预言 经有一个大战争时代 不过 如果他能够知道 世界大战的惨状 他真的会快乐吗 约翰·杜威 是美国十九二十世纪 首屈一指的哲学家 他不仅对哲学家 而且对研究教育学的人 研究美学的人 以及研究政治理论的人 都有深远的影响 他和罗素处于同一时代 罗素这样评价他 杜威是个生性高洁无比的人 他在见解上是自由主义的 在待人接物方面宽宏而亲切 在工作当中孜孜不倦 不过虽然罗素赞同杜威的许多意见 他仍然对杜威最独特的哲学学说 表示异议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 二人意义的主要内容 同时也是对杜威最独特哲学学说 以探究代替真理 并把其当作逻辑和认知的 基本概念的学习 我们先来说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举个例子 哥伦布在1492年 横渡大洋是真的 哥伦布在1776年 横渡大洋是假的 但是杜威不讲求那些 将会是绝对真的的判断 他不把真的对立面 称为绝对的假的 依他的意见 有一个叫探究的过程 这是有机体 同他的环境之间的 相互调节的一种 杜威爱好有机的东西 一部分来源于生物学 另一部分是由于黑格尔的影响 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 把信念分成两类 一类是美好的 一类是坏的 不过他认为 一个信念可能在此一时是好的 在彼一时是坏的 不完美的力量 比以前的理论好 但没比之后发展的 更完善的理论坏 就是这种情况 一个有关以往某件事的信念 该化为好的或坏的 并不根据这件事 是否真的发生了 而且应该根据 这件事发生的效果 假如有个人对罗素说 您今天早晨 吃早点的时候 喝咖啡了吗 罗素会回想一下 但是杜威却会说 等一会儿 我要做两个实验 才能告诉你 于是这个人 先让自己 相信自己喝了咖啡 观察有可能有的结果 然后让自己 相信自己没有喝咖啡 再一次观察 有可能的结果 通过比较两组结果 看哪一组 更让人满意 不难发现 杜威和罗素的主要分歧就是 杜威从效果来判断 而罗素 从过去的事件 和其原因重判断 讲到这里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的主要内容 就已经结束了 我们讲了诸多哲学家 以及他们的思想和观点 并通过大环境和历史背景 深入了解他们个人 当然 哲学史上 我们暂时没有接触的 接触哲学家 也对人类社会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为时间和篇幅有限 而没有提及 这并不代表他们不重要 学习哲学 就是为了了解 更多人的更多思维方式 通过他们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的方式 思考自己的生活和生存 永远记住 哲学 就是教会你如何生活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 西方哲学史的最后一部分内容 学习了书本华的悲观论 尼采的伦理哲学 以及杜威的探索哲学 愿你能够通过西方哲学 漫长而丰富的千年史 有所收获 你认为书本华的悲观论 有道理吗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这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转发给你的好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阅读好书 共同成长 相遇十点 读你每天 明天见 请你订阅